開始 這次我做了一張 slide 講到總括輕鬆得性處理生命的七個要點 大家記得這七個要點 對於我們處理生命會比較容易記得 第一是神的 第二是我們如何做 我們深信 然後神應許什麼人得福 第四是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我會再重複說 不過我簡單地說 第五是環境也不能難阻神的計劃 第六是思想影響情緒 所以處理了思想情緒就會改變 第七是可以靠主選擇起落 選擇起落能夠有力量 我再次把內容解釋一下 首先 第一是神充滿愛和大能 祂是很愛我們 而祂有一切能力 祂能夠幫助我們任何事 祂凡事都能夠幫助 即使有一天 在大迫伯的時候 神一樣會幫助我們 之前我曾經有一堂說 可能十至四十年 現在這些普世變亂的情況 就會造成世界很多現象 會應驗聖經末世的預言 其中另一件事就是政治 大家如果看新聞 你知道第一就是緬甸有政變 第二就是蘇丹 剛剛這兩天有蘇丹有政變 其實有很多國家都有這個危險 就是因為有些人很想奪權 而奪權他們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不知何時意外就可以發生戰爭 而耶穌說了就是 末世的時候發生了什麼 就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一開始的時候 現在的瘟疫已經幾年都未離開 2019年 現在是2021年 還未離開 還未有聲氣離開 不知何時才離開 而戰爭似乎是隨時發生 這個世界變暖也越來越嚴重 那麼在這些情況 我們會怎樣呢 能不能有深信 神是充滿愛 祂一定祝福所有跟從祂的人 一定是有大能的 那麼這個在 很多人對於末世大災難很害怕的 但是我覺得在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是會經歷到 基督徒更加有超自然的能力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基督徒 如果想要生存 一定要不可以拜壽 不可以仇壽印記 一定要依靠神才有食物 所以那時候的基督徒是很有力量 而很有力量一定是很重要的第一點 有力量一定是 經常深信神是掌管一切 大災難是為了基督徒能夠彰顯神的榮耀 大災難是我們得勝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深信 在這時候困難受益 神依然愛我們 還有神有大能 很想祝福我們 第二點就是 深信神很體重我們 祂一定會祝福愛祂的人 我們是寶貴 我們是非常寶貴 因為我們是神簡選的族類 在這個世界上要影響這個世界 第三點就是 哪些人會得福呢 就是那些信靠親近遵從事奉的人 神一定祝福 神一定體重 神一定會使用 然後第四點就是 很多時候人很受影響就是人 被人影響 而我們深信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所以神一定會幫助我們 不讓那些人影響 那些人破壞不了我們 但是基督徒為何會被他們破壞呢 不是因為那些人有能力 是因為自己吃垃圾 他們說的說話不好 他們的傷害不好 我們吃了 吃了之後我們就受傷害了 所以我們知道人不能破壞 但是吃了他的垃圾就會破壞 所以我們就不要介意 鑰匙就是不要介意 不要介意惡人 然後第五就是環境 多大的環境、多困難都好 多大的困境 我們都知道神一定會開路 現在我們想到死就死 死就上天堂 神也不會叫我們那麼容易死 神是會保守我們 加力量給我們的 將來我們都會有些很困難的時候 你說神 把石頭變餅 神可以做這件事 把樹葉變餅 把樹葉變餅 把刺給我們有需要的一切 第六就是我們知道 是我們的思想和看法 影響我們的情緒 就是我們覺得 別人不喜歡我們 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用 我們就會受影響 我們覺得人說話 很有權力 我們就受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說 不要緊的 它破壞不了我的 我是寶貴的 那我們的生命就會有喜樂 有力量 能夠得勝有餘 所以這個就是ABC 處理情緒的 這個方法 就是我不需要受它的影響 我的思想改變 然後第七呢 我選擇 無論什麼環境 順境、逆境 我都會喜樂 因為神一定會祝福 那這七點呢 我希望大家 能夠記得 其實我可以做一個圖 將來我可以做一個圖 放在網上 可以這樣 第一就是 神 簡單一點 信神的愛和大能 這是第一點 第二 神看重我們 第三點 神應許 神祝福 遵從祂的人 第四就是 人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第五就是 環境不能破壞神的計劃 第六點就是 思想 處理思想 建立喜樂 然後第七就是 選擇 靠主喜樂 我希望大家都記得 這幾點 就會幫助我們 經常深信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可以向前去 我不用受影響 而這七點在我心中 經常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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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是很寶貴 神要使用我的 當我受影響 我就會做不到 但是我 選擇不受影響 我就可以做到 神給我的計劃 我們這次 會總括說 侍奉 很多人覺得 自己沒有能力侍奉 但是神是 依許了 第一 做到最少的 你做不到先知 接待先知 你做不到二人 接待二人 甚麼都 連先知二人都找不到 你做到一個小子身上 神都會祝福 即是說 就算我們 好像沒有能力做大的事 幫一個小子 神都紀念 當你幫到一個小子 你慢慢 你就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這個就是 深信 我無論做甚麼 為耶穌而做 他都一定會歡喜 我們能夠做最少的事奉 就可以做更大的事奉 我們幫到一個人的靈命 我們就可以幫其他人的靈命 首先幫自己 我幫到自己 輕省喜樂 放下重擔 幫我自己重實得力 幫我自己享受神 幫我自己有動力侍奉神 我這個經歷就可以分享給別人聽 分享給別人聽 告訴他 我都試過低沉 我都試過煩惱 我怎樣處理 你都可以這樣處理 我們逐步去帶領他 大家上網可以看 輔導而牧師 尤其是新的影片 輔導的教導更加好的 其實這段時間 我在星期日下午 是用操練課程 在教輔導 我們還要操練 操練怎樣輔導 當我們學懂這些輔導的方法 就是引導人 就可以訓練人 靈命更新 處理生命 生命一步步的被提升 我們就是 可以幫得這個 首先幫自己 又幫人 人都有很多種的 幫一種人 將來有機會幫另一種人 越幫越廣闊 無論他是什麼的背景 我們就習慣了 我們就有經驗去做 當你幫到不同的人 你都可以幫一個群體 幫一個群體 也都是帶動這個群體 去給神使用 其實我們任何一個都可以 你學到這個輕鬆得性 這個是神給我很特別的教導 是非常好的 就是一個不難的方法 如何享受神的愛 是不難的 因為他已經單戀我們億萬年了 第二 處理生命是不難的 只要我們親近神 和處理生命 放下垃圾 不要吃垃圾 我們就可以處理生命了 然後我們為神做任何小事 神都喜歡 我們做到小事 就可以做越做越大的 神就會帶領我們 如何去做更大的事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擴闊 我們侍奉的領域 這裡我是列出一些不同的 所以我們在神的親密關係 聖靈果子已經是侍奉 在日常生活 幫人 鼓勵人 安慰人 提及神的名 已經是侍奉 去不同的地方傳呼吸 為人和教會 地區代討 代討都是侍奉 然後就是幫助策劃 教會報道建堂 即是如何教會向前去 第六 作執事 教會行政工作 預備聚會 第七 歡迎節代人 陪談 關心 跟進 栽培 建立靈命宣教 即是我們做在任何我們見到的人身上 第八 教主一學 帶領查經班 當我們做到 將來也可以分享見證或者訊息 其實我去過的地方 有些人 他們侍奉人員 只是受訓練 很短時間 所以你們的訓練 比很多人更加多 其實我聽你們幾個出來說話 你都可以懂得教導人 你都可以給神使用 那你將來有機會作見證 或者說訊息 帶領敬拜 帶領小組 但我們不會勉強做一些不適合我們的 因為每個人有他的強項 有他的恩慈 我們按照我們的恩慈 我們不要看見那個人唱歌不錯 我也想學唱歌 有時候有些人是不適合的 每個人有他的不同的恩慈 我們不需要勉強做一些不適合做的事 然後第十 為人祈禱 去經歷聖靈 和得盡 醫治釋放 這個其實 為人祈禱 經歷聖靈 是很重要的 我是很想 時時去訓練大家 怎樣用那個靈討告 以至會帶著神的能力 然後第十一 就是訓練人 以上做的 我們訓練人去做 我這裡說出一些可能的方向 我自己來說 是神給我一個心 很想祝福不同的教會 興起不同的人 服侍主 大家都可以有這個心 為何克服對侍奉的懼怕 這裡我不詳細說 如果我們注目在人身上 和我們自己做得多好 我們就會害怕 但如果我們注目在 那些人可以得幫助 我可以說的話 鼓勵他 我們就會不害怕 注目在自己 你這次說得不好 我希望分享 弟兄姊妹 你不要回去 我這次又說漏一些 本來應該這樣說 又說得不好 放手 放手 我們每次都說的時候 放手 向前去 不要想回以往 我自己打網球 打網球 其中一樣都是要放手 你剛打完球球 明明應該打贏 但一打落網 明明輸了 但如果繼續介意 就會繼續輸 我們就說不要緊 錯了就錯了 下一球可以打得好一點 同樣我們 侍奉也一樣 就不要介意我們做錯 而是說我可以怎樣 進步和改善 還有很多人不願意侍奉 就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沒有恩賜 做得不好 別人不喜歡 但是這些 都是可以克服的 就是說 我們做任何一件事 不及侍奉更加有永恆的價值 因為侍奉是幫助人的靈命 是非常之有價值的 不是每個人都做傳導人 不是每一個都做傳導人 不過在大災難 可能每個人都要做的 為甚麼呢 到大災難的時候 即是有人願意聽你 願意你向他傳福音 建立他的靈命 你一定要栽培他 在大災難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可以一樣 祝福我們周圍的人 我希望大家就覺得 事奉神 事奉神 事奉神不一定是有一個崗位 總之我建立人的靈命 我傳人福音的時候 我就是事奉神 就說 我們做這件事 是給任何我的工作 和我任何 即使照顧家人 都不及這件事重要的 雖然我們一定要照顧家人 但是我們能夠事奉 是一件最重要的 和我們所有事奉都會被火試驗 就是金銀寶石 這個草木和街 那甚麼是金銀寶石呢 有些人以為大事奉 其實不一定的 是真心的事奉 因為神的恩典而事奉 而是榮耀神的 那你留意 我講這個在本書裡面 我講到這個法揚神屬性 《茶經法》和《港道法》 在任何經文 講任何經文 講任何經歷 都講到神做的事 譬如我們今天分享 講到那些我們的經歷 我們就可以講到 在那個經歷的時候 我們是覺得受傷害的 但是神又會感動我去親近祂 而當我親近祂的時候 我有得力 我就能夠一步一步 放下我受傷的地方 放下那些垃圾 神在我裡面一直帶著我 帶著我 我雖然不太想主理 但是神繼續帶領我 帶領我就是神的工作 因為神有憐憫 神想我們的兒女 都開心快活 開心做人 有力量做人 那我們就 時時在什麼經文都講出 神那種憐憫 愛人 關心人 看重人 提升人 賜力量給我們 隨時的幫助 這些都是我們時時去見證的 這樣我們講聖經 別人就會歡喜聽到 這樣的心 榮耀神的 真心祝福人的 這些就是金銀寶石 草木和街 有時追求人數 追求人數沒錯 不過如果經常都是追求人數 當人少就灰心 這個都是草木和街 我們不是一定追求人數 就算有一兩個人參加聚會 我們就堅固過這兩個人 在這個聚會得到力量 我們都是神所喜悅的 一個注目在我榮耀神 和能夠祝福到人 侍奉者的心態比侍奉的行動更加重要 就是說我關心人 憐憫人 體重人 心裡平穩安靜 輕輕鬆鬆 很重要的 很緊張做事 要做得很快 做得很大 這些不是最重要的 有時人會看重外面的東西 但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裡面的行動 有時行動未必是神最喜歡的 但神最喜歡的是心 心好自然行動就會好 有不同層次的事奉 大家會明白的 我下面講一些比較高層次的事奉 就是擴展新的事奉 譬如說 這個教會在哪裡可以有訓堂 可能在你家裡開一些聚會 然後將來建立新的聚會點 興起人願意進入前職事奉 就是我們看到一個人有心 我們就堅固他 他興起他 這個人將來成為一個傳導人 或者我們自己不是傳導人 不過我們興起他成為傳導人 這也是神所喜悅的 然後 第七就是更新整個地區的教會 靈命和復興 有些人覺得我做不到 但其實當我們的生命改變 就算你向一班牧師分享 你怎樣生命改變 怎樣有動力 你怎樣幫到人 那些牧師都會受感動 你都可以復興他們的生命 亦都復興他們有合一的心 現在香港教會的合一是弱的 很多教會沒有想著跟別人合作 只是想著我自己做 這樣的時候的力量是不大 很簡單的想想 做事 譬如只有幾個人做 整天都是那幾個人做 力量不大 但如果整班人一起合作 配合各方面去留意怎樣可以更加有效的時候 結果是很不同的 所以如果宗教會都合一的時候 結果跟現在很不同 可能在大災難的時候 那些教會會會合一 不過那時候又會有很多限制 因為可能那時候有人面辨識 但將來人面辨識 就會分辨到你是不是基督徒 是一個危險的時候 但是那時候 那些基督徒走過來 就不會說你是甚麼宗派 我不是你的宗派 那時候基督徒就會更加合一 然後進入策略性的侍奉 策略性的侍奉 每個人都不同 好像我 神是給我不同的教導 我將這些教導傳開 大家都可以將這個輕生德性的教導傳開 讓人有一個具體的實際的方法 怎樣活在神的愛 處理生命 又發揮生命 很簡單的 能夠人做得到 我都希望大家傳開 不需要講義牧師的名字 就讓他知道 這個教導可以影響你 可以生命改變 如果是傳導人 我是免費送的輕生德性的書 你告訴我 我是樂意送給他 那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興起更多教會 更多教牧 合一的心 去做神的事 這就是進入策略性的侍奉 在教會怎樣有策略呢 我這裡就這麼簡單說 以前我不明白什麼策略 因為每個禮拜就是講道 查經班、傳呼音、幫助人 有什麼策略呢 但我現在明白 那些人在什麼狀況 我們就有什麼策略呢 譬如你們在教會 我看到這麼多人來學習 這是可以進入另一個階層的侍奉 怎樣配合你們這麼多位 能夠配合一起 尋找神的方向 怎樣影響這個社區 怎樣傳人呼音 怎樣更新靈命 怎樣每一個人來到這個教會 都受得到你們的歡迎 得到你們的關心 的時候 他們是會被吸引的 還有有聖靈的能力 那些人來到 他有什麼失眠 不開心 你說祈禱 他得到改變 那你就逐步逐步提升 你們的發揮的作用 可以很大 那這就是策略性 在教會裡面如何發揮 你需要尋求神 有些人有先知 因此 這方面是最重要的 就是領受神 到底對這個教會有什麼方向 神對於我們個別的人 有什麼方向 就不只是說 有很多人想尋找先知 就是醫治安慰 你今年的生意很大 賺很多錢 你今年的生意很大 你今年的生意很大 你今年的生兒 他們就關心這些事情 我希望大家是關心 你可以被提升 你有很大的潛質 你可以做哪些事奉 神會提升你 這就是教會裡面 有策略性的事奉 為什麼在事奉中有能力 和對人有影響力呢 就是我們的生命 經常有神的話語 有神的同在 神的喜樂 輕輕鬆鬆 不是好像捉著人 不讓人 好像不放手 那樣的人會害怕 而是我們真的很關心他 但是又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我們的生命是會影響人的 我們自己的靈命能夠提升 我們就能夠改變人 我們都時時記得 神如何祝福我們 我們如何處理生命 我們就隨時跟人分享 並且很多為人祈禱的經歷 曾經為很多人祈禱 他們病得醫治 生命改變 睡得好 我們就告訴別人 我都試過為一些人祈禱 他們改變 最初你未有這個經歷 你可以quote某些人 你可以quote我的例子 在網上有很多影片 講到不同的醫治和祝福 你可以quote曾牧師的例子 曾師母的例子 然後將來你有你的例子 你就可以用來分享 亦都網上很多影片 可以用的 你搜尋葉牧師 有很多的影片 有些人得醫治、趕邪靈 你要找適合的影片給人 或者處理生命 活在神的愛中 好了 事奉有困難和阻力 如何處理內心 第一,深信 所求於管家是要他有忠心 我只是忠心 我依靠神、親近神 神一定會做祂的工作 我不用揹著淡子 事奉不是揹著淡子 這是很重的 但我就說 神會做功 當我們宣講神的話語的時候 神的寧就做功 神會感動這些人 就會改變他們 我們心裡深信 我所說的說話 是神的 要我說的說話 是不會徒然返回 會在人的心中做功 大家都留意我講的時候 我的重點字 有時有力 有時是柔和的 這都是大家學習 如何能夠表達 身體語言和樣子 都是配合在一起的 即是我們的內心 有困難也好 不能死的 我有困難也好 我依靠神 神一定賜給我力量 因為神體重的是 有沒有人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愛神的心 建立自己和別人的靈命 是不難的 大家上了幾堂 和你們在教會 這麼多的學習 我相信大家 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成長 那幾堂 我們處理生命 處理情緒已經進步了 我進步了 我就可以幫人 所以從我們的經驗 我們怎樣經歷過 我們就告訴別人 你有機會分享信息的時候 儘量講得細緻 有感情 以前怎樣煩惱 以前怎樣有懼怕 有害怕 無怨無故會害怕的 但現在靠著耶穌 我可以開心笑 哈利雷 多謝耶穌 我一讚美神 我就起落了 我就說 我可以開心做人 我為什麼要煩惱呢 我為什麼要吃那些垃圾呢 我是選擇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影響別人了 即是不難的 提升人的靈命 而動力 很重要的是 動力 那什麼動力呢 動力最 四樣東西很簡單 神這麼愛我們 我們這麼寶貴 親近遵從 侍奉神 一定蒙福 不是這樣做 犯罪的 軟弱的 懶惰的 一定有破壞性 既然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活在 聚中 活在軟弱之中 我們的生命 可以高度的提升 可以給神大大的使用 所以這個動力 我為什麼要浪費一條命呢 當我們有一天去到天堂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作供的果效隨著我們 你如何幫助幾多人 到底這個想像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我從不同的經文 我講出的結論 即是我覺得的結論 一部份 第一 在聖經裡面有講到 前書十五章 有講到復活的身體是怎樣的 保羅就說 地上有地上的形體 有天上的形體 天上的形體 有日、有月、有星 這顆星的榮光 又是不同的 它說 我們復活也是如此 那到底如何如此呢 根據上文所說 有星、有月、日、月、星 而星這顆星和那顆星不同 即是說 將來我們復活的時候 有不同的榮光 有日、月、有星的榮光 有些人就說 那我好光又怎樣呢 有什麼特別呢 但是在《出埃及記》 那裡就講到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他求見神的榮耀 但是神怎麼回答他呢 他說我要將我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 那麼 當他求的是神的榮耀 但是神就說 我將我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 就是說神的榮耀 就是祂的恩慈 神的榮耀 會帶著祂的恩慈 就是說 神的榮光 就是充滿神的愛 將來去到天上 那些好像日的榮光 的基督徒是怎樣 每一秒鐘 充滿著神的愛 雖然個個去到天堂 都會充滿神的愛 不過都有程度 因為聖經講到 有日、有月、有星 而這顆星和那顆星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賞賜 很大可能就是 神更強烈的同在 在那些 願意親近祂的人 遵從祂的人 祂的神的榮耀是極大 而且是祂作供的果效 一直隨著祂 也在耶穌有講到 派祂管理 有很多事派祂管理 總之無論什麼都好 都是最好的 都是最榮耀 而且是永遠的 過了億萬年都依然是一樣 所以現在在世上幫助一個人 將來在天上 你幫助一個人的果效 一直跟著你 如果你幫助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 所有人跟著你 你的心是柔和謙卑的 這些果效一直跟著你 你去到天堂 你就說真的好 我認識一個人 叫王全道 山脈王 如果大家在 二牧師的YouTube 你會看到王全道 你就會看到 他有不同的見證 其中說到 證明天堂 證明有天堂 他就說到 他見一個基督徒 一個侍奉的人 在他的教會 他媽媽的教會 但那個人後來死了 上了天堂 他見到那個人 有一個天平 在神的面前 有一個天平 一個是神的恩典 一邊就是他為神而做的 當這個人上去的時候 天平是神的恩典 很重 他為神做的 很輕 天使說 你不可以住在這裏 但神就說 我的恩典救祂用 祂可以住在這裏 當然我們得救 是本乎恩直著信 但因為這個人 他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是在教會侍奉 不過教會侍奉 他不是做傳道那種 他只是做不同的事務 他臨死的時候 他是有病的 但他有病那幾個月 他不回教會 他不祈禱 這是他太太說出來 他生氣神 他不回教會 所以他上去天堂的時候 他那個是很輕很輕的 他為神而做 他很多是做事務 他沒有這個心 當王全露見到他的時候 是見到這個情境 即是他在神的天平面前 他見到每個人 輪流地上去天平那裏 那個人就跟王全露說 你記得回去跟我太太說 你多些祈禱多些事奉神 是非常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的 我們為神而做的 是非常重要的 不單止為將來為現在 亦都能夠祝福人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侍奉 我不是為了想 我日後多些賞賜 我只是想著 我見到一個人提升 那個人得福我已經開心 有一個人得救我開心 那個人靈命成長我開心 我很想多些基督徒作美好見證 我是知道有很多人 耶穌說了很多人跌倒 又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悟 我知道會發生有彼道反教的事 我希望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減少這個人數 有更多人準備好 這個就是我的心 即是有一個天國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天國的心 不只是為了我們的心 是一個天國的心 有這個動力 一些教會叫教會成長和增長的因素 就是熟靈的生命 關心愛心 有栽培訓練 完善的跟進系統 能夠建立參加人的靈命 以需要為會的報道方式 就是以人的需要 來帶他信耶穌有效的行政 和教會從神領受的策略性方向 而處理教會的阻力 就是有時教會有人的阻力 有時懶惰的阻力 我們是靠著耶穌柔和地 謙卑地一同處理 如果有人有問題 我們需要一群人一起處理 以至他不會影響教會 這我不詳細說了 亦都關心眾聖徒、眾教會和列國 有時候我都想到 有些國家他們沒有自由 信耶穌 他們真的很困難 還有很多人沒有機會聽到福音 我知道神會用方法 在他心裡 挖起他思想 但是他們實際上 很多人是聽不到的 雖然在伊斯蘭國家 有很多人求問神 到底你是誰 真的見到耶穌 這個情況會有多少發生 我們不知道 在那個地方的人說很多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是收不到的 我們就祈禱了神 求你憐憐 也都我們憐憐中國人 有很多人沒有自由信耶穌 我們求主憐憐他們 有這個關心神的天國 就是深信 神的國就是我們的國 是很重要的 這裏是我們總括輕鬆得性 這裏我不詳細說了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討告 結束這個課程 一起起來 後主耶穌憐憐我們 憐憐我們 憐憐我們也憐憐 憐憐我們也憐憐教會 親愛天父 求你恩代憐憐你的 眾教會 眾兒女、眾教牧 求你幫助我們 體重神理的事 不只是體重自己的教堂 不只是體重自己有多少人 有多少奉獻 而是我們以天國為念 求主詩恩祝福你的眾教會 以你的事為念 以你的國度為念 主要我們見到 教會有很多軟弱的 很多基督徒很軟弱 沒有力量 求主賜給我一個火熱的心 關懷他們 關心他們 在心裏真是熱切的 為他們討告 也都能夠做的 我們求主憐憐 求主詩恩 在這個疫情之下 有很多國家 他們經濟很有問題 教會有很多時候 回教堂 很受難阻 很多有限聚令 並且聚會不跟從限聚令 也有牧師被抓去坐牢 他們的奉獻很有問題 求主憐憫 也有很多受迫白的基督徒 被殺害基督徒 求主加力量給基督徒 暫落得穩 求主使用我們 首先在香港有影響力 也都關心列國的宣教 關心列國的基督徒的需要 求主使用在我們心裏 賜給我一個火熱的靈 讓我們的心裏熱切的 關心你的事 正如你關心眾教會一樣 求主幫助我們 見到基督徒 我們就鼓勵他 我們不是帶他來我們的教會 我們是鼓勵他在他的教會發出光輝 鼓勵他更加關心神的事 多謝天父主耶穌你有奇妙計劃 求主你幫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有影響力 我們在這個世代可以有影響力 我們的生命可以影響很多人 我們一個星期影響一個人 我們一生影響很多人 求主使用我們 賜給我們信心 放下自我 放下我們的懼怕 放下我們的固執 放下我們的軟弱 放下我們的情緒 叫我們靠主得力 多謝天父神祢大大使用我們 多謝耶穌 神祢是德性的 祢是德性的主得性的王 求祢在基督徒生命中 彰顯祢的慈愛大能 彰顯祢的德性 叫祢的兒女充滿能力 多謝主耶穌 感謝主耶穌 有關於這場 為了 神祢是德性的王 彼此為前 有的小 cools 神祢是德性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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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祢的王 神祢是德性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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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